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红老师 欢迎于老师 情感导师苏琴老师 欢迎苏老师 情感导师曲卫老师 欢迎曲老师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陆琪老师 了解一下这个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你和前任分手之后还要做朋友 甚至还认她做妹妹 既然你对妹妹这么好 不如我也做你妹妹算了 平时我已经对你处处忍让 为什么你还是这么不懂事 你已经不小了 应该知道一味任性带来的后果 你总是给我画饼 却从来没有实际行动 你这么大的人了 连一份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 将来怎么能让我依靠 你永远都在否定我 把你的错误怪在我的头上 这样的恋爱真的让我心力交瘁 也许就像你说的 我们是时候考虑分开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胡25岁来自成都物流 小张23岁来自成都礼仪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一年了是吧 是 别人介绍认识的 对 对 年轻应该 谁追的谁 我追她 今天为啥来 主要我觉得她管着我花钱 她管着我社交 我就觉得这样谈恋爱挺累的 分手啊 但是有些时候还是会心软吧 所以你来这干嘛呀 就想让她改掉她的一些习惯 我都管着她 她都这样大说大叫了 我要不管她呢 所以两个人今天来这个舞台 都是想改造或者叫改变对方的 是这意思吧 对 谁先说 我们就是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她就非得追求 她那所谓的高品质生活 买个电风扇三千多块钱 然后她跟我说好看 对啊 她摆在那里 本来就好看呀 我不否定她好看 她确实好看 但是我们的经济条件 她支持不了呀 那三千块的电风扇 和那二九九的美迪电风扇 有啥区别呢 然后主要是她不用啊 为啥不用啊 因为夏天热了呀 开空调 她就不用 那是有点烂物费的 对 后面她要买个机器人 什么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 那个挺好的呀 六千块钱 扫又扫不干净 我这也不是心疼你吗 我想着我们俩上下班 这么辛苦了 然后扫地机器人 怎么能帮我们解决呀 那有用吗 如果花钱啊 她不跟我商量 不是花了谁的钱 我俩的钱 我就想着 我们生活有点盘头嘛 从也要从得精致一点呀 我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你那叫提前消费 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一个月就 我能挣五千多 六千块钱吧 你呢 我就挣三 四千吧 平时我也是 就是我做饭嘛 在家里 我想着两个人嘛 简简单单 能省就省吧 挺好 过日子 他就续导我 就说你今天又是这些 又是这些 我记得最清楚的 就之前 我明明菜已经做好了 饭也蒸好了 端桌子上了 他不吃 他就吃过就吃了 我只会看到那盘绿油的青菜 我就不想吃了 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素菜了 谁受得了呀 给弄点肉 哎呀 有啥呀 就是 我当时我想着就出去吃嘛 然后刚出门 那我问他吃啥 海鲜 我人麻了 哎呀 行了 只要没有借债 对吧 这个吃一顿海鲜 吃两个礼拜的青菜 高兴就好嘛 吃完了嘛 然后就回家路上 他说他要买水果 然后我想着大豆都花了 那小偷就无所谓了 我问他想吃什么 榴莲 哎 对 黑山竹 对对对 他一说大钱都花了 我就知道他要买伏笔吧 这就很贵吧 最主要就是他必须得一个 那肯定啊 那你非要买一小块 一小块我又不够吃 一整个回家能吃完吗 你不能吃完呀 我留着第二天吃呀 你留着第二天吃 那他还新鲜吗 我放冰箱里就好了 当时周围特别多人 我就拉他一下 然后他直接给我甩开了 就我特没面子 没有人认识你 不要想面子这个事 买没买 买了 他说他第二天不吃饭 第二天还是吃了 那肯定要吃饭呀 那你说他干啥呀 行 没啥没啥 对吧 他就特不懂事 就是我下班回家 然后他就会黏着我 陪他看电视 陪他刷抖音 陪他追翻 一般我都是会陪他 但有一次特累的时候 当时我白天开了会 下午开了会 晚上应酬 我回家当时躺床上 不到十分钟给我扯起来 这不是想你了吗 我从早上等到你下班 等到晚上你才回来 我就想你陪我去 逛一趟夜市怎么了 我很累 你能体谅体谅我吗 哪怕是第二天去 唉 别抱怨了 谈恋爱不都这德行吗 他就不只是不懂事 还有呢 还有呢 对 他平时玩也特疯 他喜欢去酒吧玩 之前我都还陪着他 我想着不放心他嘛 一个女生 然后后面就经常就工作呀 出去有事呀 然后我就没时间陪他 后面我发上手机发现 他居然跑人家酒吧去 就兼职气氛组 那我还不是为了 多赚一点钱呀 对 你是不多赚一点钱 你在其他地方赚钱不是赚钱吗 你每次这么节约我就想着 我自己多赚一点钱呀 那为什么非得去酒吧 赚那个气氛组的钱呢 我在酒吧玩着玩着 多赚一份钱不好吗 唉 你玩着玩着 就去加其他男生微信了 那谁家男生要加我微信 我总不可能拒绝吧 那为什么不能拒绝 你有男朋友呀 那人家是客人来家 我不能拒绝呀 人家是客人 但是你有男朋友呀 我又没有跟人家聊天 加上没聊天 你直接跟人自驾游去了 我当时跟你说了 是有男生有女生 我姐妹也在呀 我知道那件事之后 我当时跟他打电话 一开始打死不接 到后面接了 你一直打电话 我很烦呀 接了就烦 当时我就特担心的 我心里就一直没谱 毕竟才认识的 酒吧认识的朋友 我觉得肯定不靠谱呀 那天上肯定不会掉仙儿笔 人家凭啥呀 贵啥呀 那我之前也叫你一起去旅行呀 你每次就拒绝我 说什么工作太忙了 我工作忙呀 你工作忙呀 你每次我跟你讲了 你从来不放在心上 我什么时候不放在心上 我一直在疼时间啊 我疼时间啊 那你根本就没有疼出来呀 刚好他们就叫上我了呀 我又不用花钱呀 不是给你省钱吗 他还说我呢 他自己还跟他前女儿 藕断四连呢 我跟他是和平分手的 我们家双方父母都知道 只是就是因为我们性格不合适 然后双方父母都觉得就是 就一节金蓝做个兄妹挺好的 一节金蓝了都 对对对 真就是就是 拜把子 我就是讨厌这个妹妹 就一个电灯泡 随时都卡在我们中间 他们就经常联系呀 有些时候抖音呀什么的 就点个赞评论一下 随时都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什么叫点赞评论 兄妹之间点个赞 就关注一下 互关一下评论一下 但她是你前女友呀 什么叫前女友 她是我妹 她在是你妹之前 她是你前女友吗 是 那不就没问题 但是我跟她就是不合适 她既是你的前女友 也是你妹 有天晚上 她前女友喝醉了 然后就给她打电话 说自己失恋了 一开始她还在我旁边接的电话 后面就直接去客厅里面打了 然后一接就接好几个小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想让我听呗 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我哪儿不想让你听 你自己那么小气 哪个能包容 她跟前女友一直打电话呀 当时是我妹妹 她失恋了 喝了酒 是 是 是 然后她打给我了 你妹失恋了 不是应该打给嫂子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妹妹失恋打给哥哥清楚的 她俩关系不好 她俩关系为啥不好 她挺不喜欢我妹妹的 那可能 她为啥就喜欢你妹妹 我 因为你妹妹是你的前女友 没人能接受 你这就是跟前女友 有斗断丝连 我跟她真没什么 是 没人说你跟她有什么 但是你确实这个事听着别扭嘛 就好像她男朋友 现在天天跟她打电话 那不一样 她哥有啥不一样的 她没哥 她前男友可以是她哥 一节进来 双方父母也同意了 对吧 打电话行不行 不行啊 为啥不行 因为 因为你为啥行 人家就不行 因为我 我们俩没在一起之前 我跟她就已经 一节进来了 不是 人家也是一节进来的 爱与面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对啊 我们跟她已经在一起 那么久了 人家之前跟你在一起之前 已经一节进来 她知道 她知道 对吧 所以你这不对 臭小子啊 别这样 那现实生活里 除了打电话还会 那还有一次 就是晚上的时候嘛 她前女友又给她打电话 这次就我接的 然后她前女友就说 她是你抢着接的 就说她发烧了 难受 家里又没有人 非要让我男朋友 去照顾她 我就心想 那行吧 我给你点个外卖吧 要给你送到家门口 总行了吧 这倒可以 对 结果呢 她倒好 趁我睡着了 自己偷偷跑出去了 我根本不是趁她睡着 真的 当时是我前 是我 是我妹妹 妹妹妹妹妹妹 也是我前女友 确实也是我前女友 别诡辩了啊 臭小子 你这前女友 没爸妈吗 她没跟她爸妈住一起 她现在就一个人住 那也应该是给爸妈打电话呀 她没有其他的闺蜜吗 就除了你这哥 这世界上她没有其他一个 可以照顾她的人了 有吧 她爸有 有她爸妈 有她闺蜜有 对 那她咋生病了 然后就给你打电话 那我啊 我咋知道呢 行 这事咱过啊 还有一次就更过分了 就我们两个好不容易 就同一天休息 我就想着出去约个会嘛 她倒好 主动把她前女友约出来 最后我们三个人 一起吃的饭 你还说什么 想借此的关系 让我们变成好闺蜜 前任跟现任做好闺蜜 有这可能吗 她就希望你和她 能关系能好一点 就是能缓和一点 你不要那么 就水火不容的好吗 那我根本就不可能呀 不是 她要跟她缓和什么呢 她没法接受人家呀 那你女朋友 都不希望你跟她那样了 你不跟她那样不就完了吗 而且我觉得 我作为一个现任吧 对你前任已经够包容了 你就少跟她联系行吗 她就一直卡在我们中间 当电灯泡 你觉得这合适吗 我其实对那个妹妹 其实挺好奇的 我妹有说话 对吧 有说话 分手都分手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逆活在一起 看不到人长什么样 但是他们说有一段录音 哥哥来参加爱情保卫战了 没想到我和哥哥的关系 会给到你们这么多的困扰 我知道平时吵架 很多原因是因为我 但是你们为了我而吵架 真的是没有必要 哥哥跟我说过 他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是真心的也是 祝福你们能够好好的在一起 如果你实在不能接受我的存在的话 我可以和阿姨讲 就不要这层关系了吧 我实在不想因为我的存在影响到你们的感情 嫂子 你真的很好 哥哥对你也很好 不好的是我 我不该插入你们的感情当中 哥哥平时工作也很忙 希望嫂子你能多理解一下他 对哥哥好一点 最后我祝福你们能够长长久久地走下去 人家说过了 为了你们俩好人家可以不要这层关系 你要不要 我觉得得要 现在在妹妹和女朋友之间选一个 选谁 这还要犹豫吗 我要是选他的话 那我就这不就渐渐证明我跟我妹有啥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想多了 好 不用选了 心思肯定不在你身上了 这是肯定的 我工资卡在他那儿 他给我零花钱 然后我来买菜 来日常开销 然后我那零花钱根本就没啥钱了 我给他买一只口红 他还嫌弃这儿嫌弃那儿 你不是在乎这个礼物吗 我更想要的是你的真心跟诚意呀 我还不够真心吗 我一个月余200块 我拿100多给你买一只口红 我还不够真心吗 我只是希望你在上面花点心思呀 那工资卡在你呢 你可以自己买呀 你就对我就越来越不上心了呀 越来越敷衍了 除了口红买重了是敷衍 还有别的敷衍吗 姑娘 他以前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当时我特别特别喜欢一件卫衣 但是很多地方他都断货了就没有 他就跑20多公里 去给我买回来 我当时就特别特别感动 对 那时候我工资还没在你那儿 我还有钱 后面交给你了不就没钱了吗 我还省吃俭用的 多少钱是什么 一天100块钱 但是我们俩的就是吃饭 就是买菜 我还得做 就是这个一天100 还是两个人的生活 两个人 两个人 好 姑娘说这个小伙子不上进是吧 因为他平时就喜欢打游戏呀 对工作也不是很上进 我对工作怎么就不上进了 你每次打游戏 你一打就打凌晨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就迟到 而且他老是在公司里面 就跟他老板吵架 我确实有问题 但老板的问题也有 但是他是你上司呀 他针对我呀 你也不应该跟他吵架呀 一不小心你饭碗就没了 他挤兑我 那你还说 你说要给我未来 你怎么给我未来呀 我 我努力呀 我挺努力的呀 我反正我觉得我上班 就真挺努力的了 你也别跟他吵架呀 别跟他硬刚着呀 哎 今天是要改造对方的对吧 男生要改造女生乱花钱的习惯 对吧 不够体贴的习惯 对吧 对 虎脚蛮缠 霸道 女生要改变男一生的是 不求上纪 是吧 嗯 这个情感没有边界 这个前女友变成了妹妹 对啊 问个扫兴的问题啊 两人想过分手吗 想过吧 为啥没分呢 还是觉得 有些时候还是觉得心软吧 你觉得这臭小子适合你吗 我觉得他除了对工作不上镜之外 其他的对生活上还是挺好的 但是你这评价 基本上属于一个老板 对员工的评价 不是一个恋人对恋人的评价 对 他就是我老板 在生活里他也是我老板 对吧 就你不能每天就想着出去玩 打游戏什么的 那一个女生呢 你不能天天想着 就是六千块钱的风扇呀 对吧 这个就是想吃榴莲 就得榴莲啊 想吃海鲜就得海鲜啊 就想着我们生活 就要过得精致一点嘛 穷也穷得精致一点 对对对 那不是得两个人一起努力吗 干嘛非要穷呢 他就对生活比较节约嘛 我就比较追求仪式感一点 行 挺懂啊 我那不是节约 我那是为了咱以后的照相 你行了 你们俩没有以后再这样下去 先把眼面前过好 在以后吧 我刚只是想着以后 你为什么想分手啊 她不懂事呀 霸道呀 刁蛮呀 虎脚蛮缠 那个妹妹呢 这哪壶不太挺哪壶的 不是 她挺 那算一壶啊 不都妹妹了 怎么还算着一壶呢 她 她 她挺好的 就不是 她挺懂事的 她是懂事 你对妹妹评价这么高 那以后我也当你妹妹得了 不是 那这能一样吗 你是我女朋友 她是我妹 妹妹和女朋友能一样吗 分手就不是了 行了 听明白了 你们俩还真的挺有意思 很多方式让我们看了 怎么给他们改造呢 听听你们的意见 来 一起进入 秋比特温泉 他刚才指责你 生活当中 消费大手大脚 确实还真有一点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月收入 还不到一万 恕我直言 我的消费水平还没你高 像你这样的习惯性的 大手大脚 今后你就会养成 一种习惯性的虚荣性 这样的虚荣性泛滥 那么对你们 今后的婚姻生活 一定是会带来伤害的 但同时你也不懂得自作 任前女友做自己的妹妹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神操作 天下没有一个现女友会接受的 即便你们两个人没有暧昧 也会被别人怀疑有暧昧 那么解药就是绝情 如果今后走进婚姻 作为女生 你的习惯性的大手大脚 而你呢 认前女友做妹妹 那一定是家庭生活的隐患 既然两个人都存在着隐患 就像赵川老师 问你们想过分手吗 异口同声 不愿而同说 想过 那么继续想 你们就应该朝着这一个方向去做了 现在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不懂的界限和分寸感 就是他不知道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人对话的时候 需要用不同的方式 然后他可能只是发自内心地觉得 哎呦这样说话我舒服 不应该的 所以如果你继续想跟这个女朋友走下去的话 注意分寸感 就算你跟他分手了 将来再找一个女朋友 可能还会因为这件事出现矛盾的 然后另外有一点 我是觉得这个姑娘 她想过的日子就是一顿饭 一千多的海鲜 然后三百多的榴莲 而不是偶尔过 是最好天天过 她说你不上心工作 这都是借口 就是嫌你挣钱少 哪怕你现在一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 你不睡觉 然后如果一天拼了命的 还是一个月只挣五千多 那你还是不上心工作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 这个媳妇你养得起吗 就不是说就是她长得漂亮 喜欢我就要跟她在一起 要考虑个人的能力 如果当你的经济实力 还没有达到 她的这种消费标准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自己先撤 然后咱先踏踏实实地 把自己的这个经济弄上去 不然的话 我觉得就算你这个样子 你就每天忙死忙活地 累死累活 你也得不到她的认可 因为你目前的收入 真的不够她的消费标准 男生 你真的和那个妹妹 真没有关系 真没关系是吧 对 真清白 那你离开她吧 你越这么理直气壮 我越觉得你自私了 你不是找男生对不对 你不知道你的前女儿 对你依然还有情愫 你不知道吗 你就是在享受着 有这么一个暧昧的人 在冲你示好 在认可你 在捧着你 在让你达到自己 在她身上 你找不到那种自信感 这是为什么她 在发烧的时候要找你 你不顾一切地要去找她 她为什么在失恋 就是要找你诉说 你去给她安慰 你这是为她好吗 你这是为安慰她吗 你压根都不是 你不爱她 你也对你的 那个前女儿 也没有感情 所以你才觉得没什么 你知道一个暗恋 你的女孩 一直在对你恋恋不舍 一直在对你有所企图 你居然 你不跟她明确地去拒绝 你是害她 怎么不暗恋我 怎么不可能 所有人都知道 你为什么不知道 你要不知道这个的话 你就不配谈恋爱 从一件事来说 就是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你可以和老板争吵 是吧 你还想不想 在这家公司混下去呢 你知道什么叫妥协吗 你知道什么叫换位思考吗 你知道什么叫包容吗 不能 但你在哪样 不管是情感 还是工作上 你都一无所处 工作上我觉得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是吧 对 你没有问题 老板有问题是吧 你干嘛不离开她呢 暂时找不到新的一份 为什么是暂时呢 为什么不是永远呢 肯定不是永远 你有什么底气去跟老板说 对不起是你错了 我走 绝对老板有问题 为什么你还要伸手 管她要钱呢 那我做了我该做的事 你做了什么叫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 我之前那些就是同事 他们深知加薪 他们无非就是 恶欲奉承 捧手脚 对 我捧不了 你为什么不走呢 我现在就没有机会 找到更好的工作 你没有这个能力 找到更好的工作 而且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 你看 你有一份工作 你对老板不满意 离不开对不对 这份感情你满意吗 你也不满意 为什么你不离开她呢 因为你找不到更好的 你这点小心思 全都摆在明面上 你什么都懂 你就太自私 太自我 又没有能力 所以你焦虑 所以你矛盾 所以你既把工资卡 交给对方 但是心不在对方身上 就是这么简单 姑娘 我说三个男人的优势 这三个里面你选两个 忠诚 赚钱能力和关心 赚钱能力和忠诚吧 我也让你选一下 女生的三个优点 好不好 第一个 这个女人很温柔可人 第二个 这个女人颜值很高 第三个 这个女生生活里面很节俭 选两个 温柔吧 温柔第一个 还有一个 节俭吧 温柔和节俭 你女朋友有温柔和节俭吗 她明明看上是你的颜值 但是她选的是什么 她选的是温柔和节俭 你明明现在觉得她对你还挺关心的 应该卡在你那边 你选的是忠诚和赚钱能力 忠诚她有个妹妹 赚钱能力你一直在诟病她 很好玩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心里面的需求 你想要选的这个东西是对方不具备的 你们是被什么东西相互吸引变成了男女朋友呢 这就是我们人类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的需求埋藏在一个很长远的生活当中 只有在这个日子里面慢慢过了之后 我发现过着过着我不舒服了不爽了 我才知道原来我想要的是这个呀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一个道理 你们其实是不同世界的人 就是你们两个人接触的朋友 看到的世界 人际关系 将来希望找到工作 娱乐的场所 是不在一个世界里面 所以你们看到的世界不同 所以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 你们因为某一个原因被相互信 但并不能让你们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平行起来 或到立起 所以人和人之间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因为相遇 就觉得我们应该一直走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两条道路 它只相遇一次 它交叉而过 今天是你们相遇的这一刻 你们在一起了 但事实上你们走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面 这是我的意见 那么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在相遇的时候 我们互相感受就好了 真正的是要什么 真正要的是我的道路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选的原因 就是你们得看清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谈什么妹妹啊 工作呀 生活之类的事情 年轻人嘛 但现在都还年轻 各自寻找自己的道路 各自寻找自己的道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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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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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妹妹的事真劝你一句 断干净啊 好了 剩下的你们自己选吧 一起进入真情若平 好好在乎在乎我的感受 然后我也好好在乎在乎你的感受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下期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的小朋友 是做何选择的 请开门 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年轻的浪漫时刻 自从我们家发生一些事以后 现在家庭动担走在我一个人身上 但是他从来不如地体验我 我心里也很不平衡 以前我们的感情很好 他对我百依百顺的 但是现在他却总是跟我对着干 还老是挑我的毛病 他现在太不动声了 老实说话脾气 他总是把我的花当成耳旁风 我觉得我现在在家 一点地位都没有了 我很理解他 我也已经为了他放弃了很多 但是他就是感受不到 他总是觉得我是个累赘 很嫌弃我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李先生44岁来自河北个体 李女士44岁来自河北全职太太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听说您追妻子追了五年 对 追了五年 咋那么难追呢 今天我们家家庭条件好 比他好 那时候比现在好看 你心里面觉得还是下嫁了 是吧 现在结婚已经 结束十五年了 就是前天后就二十年 挺甜美的呀 今天来这干嘛呀 我琢磨着呀 现在我在家里面是顶两株 贡献予最大 也挺A的肯定 地位还不高 心里面现在这么不平衡 明白了 就是我做这么大贡献 我没地位是吧 对 你问问他们谁有地位在家里 认了吧 就这样 怎么说呢 在2019年他出扯祸以后 我都是把工作给挺了 听了以后啊 我都以卖菜卖鱼为主 我们一家的生活都在这上方 晚上十一点钟之后 都得起来上菜去 冰晨三四点钟啊 我都得会来 回来以后呢 也就待一个钟头 我帮我们家 五天来热 我去摆摊去 一毛毛红一天 毛红一天的晚上 我是腿累得好 我做梦让他和我倒份洗浇水 为啥呢 啥都不给我倒 就是不给你倒 因为以前都是他给我倒 他对我言听计从的 你没出车祸之前 家里收入靠谁啊 我俩 你俩嘛 这不才出了两年车祸吗 你就嘚瑟了 这不是嘚瑟的事 家里面啊 一家省界啊 早在我身上的 那咋了呢 很热一腾 在外面一毛毛红一天 我就很热一腾 就是不打洗浇水是吧 我要不来一腾 我也可以自个打 行 行 除了不打洗浇水之外 还有什么让您觉得没地位 还有我爱喝个酒 我去喝点酒啊 要钱他不给我 一分都不给我 就不给你 因为那个钱 得给孩子治病史 哪有闲钱给你买酒喝呀 我小时候爱钓个鱼 钓鱼也是我强项的 咱们卖菜呢 有本钱 这个他迟到 挣多钱呢 他心里有个数 但是我钓多少鱼 卖多少钱 他心里没数 这个钱呢 我心的话我散下来 喝酒喝酒呢 除去呢 拿出钱来买两瓶酒 这面子上拨得去是吧 这个也让他给发现 我以前他也不藏小军户 现在可好 咱们这么说 真是那啥 那也是在咱俩都有工作 对吧 我工作好我可以给他 但是呢 他越来越来能给我点 我够花子了 现在一分钱不给我 那时候我都自个儿寸点呗 对吧 听明白了 就是现在钱管得比较紧嘛 那我问问孩子有什么病呢 因为我儿子刚上六年级 他得的是银蟹病 这银蟹病 孩子六年级来 也得懂身了是吧 都产生啥呢 抑郁症 这当爹妈的压力都比较大 可以理解 还有啥呀 出扯头我跟他呀 是跟我父亲是分着锅的 他一出扯货呀 我都把房子给卖了 为了救他 抢救他抢救了七天 那都是无所谓 房子卖的卖 以后咱们都可以再挣 对吧 我现在跟我老父亲一块住啊 沾沾我老父亲的国 我让他懂点事 别特别任意敬劳 尊重你向老父亲 有一会呢 当时我钓鱼会了呀 我父亲那人呢 是脾气机 而且还特不倔 这样呢 他俩产生物会了 产生物会呢 他脾气上呀 把这个玉啊 全部都扔搂到我家人 我就给你扔搂到 我还继续生气 因为啥呀 他父亲他骂我 我这么大岁数人 他骂我 骂得可难听了 骂我一无是处 我指着他儿子生活了 什么也不必干了 我就感觉当时很生气 我就给他摔了 可是这老父亲 毕竟虽数大了 对吧 我回来以后 我知道这事啊 我也没走外手 我也没说他 我都说啥呢 让他给父亲道个歉去 因为毕竟是个长辈 你不能这样 不道歉 没错 回来以后啊 我再跟我父亲说一把 他都不陪也道个歉 而且以前你也不这样啊 以前我有啥算 都像着我 根本就不像那些父亲 现在反而反过来了 那也不是分开住吗 咱们跟父亲 对吧 咋雅的事他吃不到 听懂了 等于跟这个公共的关系 也不好 是吧 这个主张还有一件事 都是我儿子 这不是刚才也说有病吗 我每个月啊 卖菜呀 卖鱼啥的 也够维持我儿子 治病这个开销 而且呢 也可以够他 我俩去生活 但是呢 那有个月啊 争嫌争体少了 正好感情我儿子 病情特别严重了 大夫的所有 得给你开点特殊的药 而且开销行等的 他都一着急的 从我父亲那里 没年纪到 你把钱拿走了 没跟父亲说 把钱拿走了 对 而且我父亲呢 他也得买药 因为他搞血压 一买药一打开 那心仙一看 这钱少了 他问我 你是不是拿钱了 我说没有啊 我说我这把老是 我都琢磨到这儿了呀 我都问他去 我问你是不是拿钱了 他说是 我说你现在不说一声呢 当时啊 我都骑躺在那儿了 背得诉求冲冲啊 我都醒过来了 就是我觉得这是个 不大点的小事 他就跟我置气 当初因为 我儿子得这病了嘛 着急 我给他爸打电话 他没拿着手机 从家想半天 我给他打电话呢 他也不接 这咋办呢 我一着急 我现在拿完钱了 我就告诉他一次 以后给他 我就被孩子 拿了这钱 去给孩子买药去了 买药了到家 又湿上来 又茬上来 我就忘了 你说我觉得 这是不大点小事 事情是不大 以前根本就不会以为 这事跟我吵 事情是不大 给我可把一百顺了 你听我说到 事情是不大 但是咋说呢 你是先斩背后奏 我咋说去 我就感觉 现在你变了 以前可不这样了 以前可现在 跟粉砂很大了 听懂 听懂 这是跟老爷子之间的关系 还有啥呀 都是说 我也爱打网络 这网络游戏呢 我是我们那片的 战队的一个成员 打相当好 现在随我大了 退一下也来 他出完扯祸以后啊 反应有点慢了呀 在家也没啥事 是吧 带他打的网友 打的网友呢 他都认识一个网友 而且是个男的 平常呢 我上货的时候 他这么能让摇天的 等三四点钟 会了以后 他还带咬 他瞅一眼 我说你咬什么 这么晚 我一瞅 竟说我那不是 他这个网络游戏 他是民的 而且是刚里一不久 带个女孩 每月工资批我高 你甭说跟他摇天 你跟别人 那摇天时间长了 我都吃醋 甭说跟他呀 对吧 有过要求吗 说别聊了 或者怎么着 说过 我都把他 摆这个男方有删了 我这 删了以后 删了不就完了吗 删了会似乎一样 他这把哪有夹上 你说实际实际上 这人活 这不得靠朋友吗 出门到外 再认识个新朋友 纯主是游戏 不是 靠啥朋友啊 大老远的 您靠他什么呀 他不陪我 他天天也不陪我 他不得忙活家里有点事吗 所以说我就是很正常地聊 那你现在还跟那男朋友聊吗 不聊聊 这就没别的了吧 还有孩子是 我儿子呢 小时候三岁时候啊 有个天赋都是唱歌 而且办一个 咱们北京语院学院的一个老师 唱歌天赋挺好 他出扯活以后 主抓孩子血洗 都把这个课外课呀 给他听了呀 听了以后啊 这孩子咋说呢 因为得这个病啊 有点叛逆了呀 都不爱听他话 他都是推孩子撒孩子 有时候还掐 你说他 天天那孩子睡着了 他看不见 睡醒了他也看不见 天天那有 他属于杀手掌柜了 孩子都跟我飙 我一天一天的 我儿子是有病吧 我是我顾及他呢 顾及他现在也六年级了 以升学为主 学习是重要的呀 我都想培育培育 我要求人家 你说干啥事都得叫三遍 写作业 写作业了吗 没写 吃饭三遍还不去 那不是在气头上掐他 拧他吗 那我真掐他了 真拧他了 疼不疼啊 你也不问问 咱们孩子呀 怎么说呢 我们孩子也这么敏感 你不应该对他 说那句话你知道吧 你这孩子 你要再不听话 我就不要你了 我营养一个去 我儿子回头跟我说 爸爸我妈不要我呀 这对这句话 他多长时间没过这劲儿孩子呀 我那都是气话 你气话呀 吓唬你跟他说的时候 对吧 你慢着点 就是跟公公的关系也不好 跟孩子的关系也不好 就家里面反正不太消停呗 是吧 对呀 我说的是话 我这为这家付出的也不少 肯定付出 肯定付出 不是也不少 牺牲的也不少 对 我被我的爱好都给牺牲了 能省点都省点 能替他分担点都分担点 对对对 我也知道我除了扯祸 读那啥 所以说我替他分担点 这不是您的问题 可是我总间觉得 他嫌弃我了 是的 怎么会有这感受呢 就前段时间 我们不有个菜摊吗 他有事他忙起来 忙起来这回让我给他看摊 因为我出个抽祸嘛 多多少反应慢点 回头来我卖菜呢 有一个老太太就买我菜 买菜我就给他找钱 找钱的时候 钱箱子也没了 手机也没了 当时都给我记哭了 他正好这段 他赶回来了 赶回来了 赶回来了 行 你哭啥呀 问我 我说我钱也丢了 手机也丢了 我觉得我很委屈了 他老现在还骂我 这个都是气话 我再一个出了车祸 反应不了 反应慢 你知道吗 这个不说了 这个不说了 谁还没一个犯错的时候 出了这事之后怎么着啊 对 顶手机了 我让他给我买个手机 他怎么不完 因为我有一个习惯 一个月得上我妈那住几天的 就紧紧小心 对于去一次 他不让我去 对于他就拦着我 他不让我去 我到站点儿 坐公交车去 他也不拦着我 他也不让我去 他给我拽回来 等于他现在不让您回娘家了是吗 嗯 为啥不让回娘家啊 从这个出了车这个扯祸以后啊 他父亲对我特别有意见 怎么他出车祸的时候为啥撞的不是我 反正我现在也闹不明白 当时我救他的时候啊 杀我都射手了 而且都是说现在他回家一趟啊 甭说憋的都从半道上磕了碰了我 只要转而来 他把真打电话把我骂一顿 那又是我 你说我这委屈也瘦得一多了 也腿大了呀 你再加上家里面这么多事 全在我身上呢 怎么出的车祸呀 那天早起啊 这就是外地的一个货车 他在那等空灯呢 这货车也不是开车睡着了是咋的 你一行过来都把他给装了 您跟他在一起吗 我带他前面呢 我已经都把这个灯过起来了 我们其实都是电动车 不就是家庭发生了变故之后 很多的这个冲突 我都觉得 家人不知道怎么应对了吗 是吧 我都觉得他变了 没变 跟以前不一样了 没变 都没变 以前他们对我百一百分的想 让他干啥 他就给我干啥 现在可好 现在反过来了 娘家不是条件好吗 还支援你们点吗 我们不需要 我有手有脚 我能自个儿赚 不是 咱们不置气吗 不是置气 因为毕竟 双方父母岁数都不小了 我有手有脚 我能挺着我都挺 那你今天来要求什么呢 要求妻子能理解你是吧 有意见我 而且那都是说 现在咋说呢 我压力适当 一家跳飞和我神圣 我心得我地位高点 其实人生嘛 是这么大了 都有不平衡的时候 人生坎坷嘛 都得经历 对对对 不容易不容易 确实挺难的 那来我们这儿 也是信任我们 对吧 对 想知道在这样一个 困难的情况下 这个家庭怎么能过得更好 是个意思吧 是个意思 是 您也别哭了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好不好 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文件 我在家里也没有地位 但有一点 我的妻子非常的尊重我 但是女士 你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家条件比她好 结婚15年了 到今天 您还津津乐道 我可以感受到 您丈夫 婚姻15年 在这个家的地位 她并不是说 想争什么家庭的地位 她想争的是在这一个家当中 对她的尊重 对 一个丈夫 她在家里 其实是孩子成长的标杆 如果你不尊重您的丈夫 孩子耳濡目染 她也会看不起自己的爸爸 这个家现在需要的 就是夫妻之间的抱团取暖 通舟共济 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这个家庭更加的温暖 夫妻感情更加的饱满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男 我们挺过去 好吗 谢谢伯红兄 一开始咱们聊到那个 端洗脚水那事 当时大姐给委屈的 差点哭出来 说我不给她端 我为什么不给她端 以前都是她给我端的 大姐说这句话的语气 特别像一个十几岁的小少女 那种娇撑那种感觉 就像个小公主一样 大姐是个要强的人 但是我能通过 现在大姐的委屈 能够回想 她过去十几年的婚姻生活啊 应该过得还挺不赖的 应该是一个被宠的状态 是 是吧 是的 所以大姐这车祸 这两年以来发现 有点被闪着了 而且车祸这两年 大姐不工作了 没有收入了 她本身在这个家庭当中 她心理上 一下子就处于弱势地位了 还有就是在家上 孩子病了 然后得了这个病又不好治 所以我总结一下 这个大姐 她属于中年综合征 就是到了她这个年纪 所有不好的事 所有烦心的事 突然之间都集中在她身上了 那怨谁呢 我觉得就是怨大哥 大哥之前的婚姻生活当中 你真的把她保护得挺好的 你没有让她遭受过太多挫折 你没给她练出来 所以当她一股脑地 在这两年里经历了所有的失业 没有收入 身体出现了车祸 孩子又生病等等这一切之后 她接受不了 她心理上太脆弱了 所以为什么一个洗脚水 能让大姐委屈成这样 就是她现在的这种状态 她特别敏感 你要是对她比之前 稍微差一丁点都不行 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啊 就虽然对大哥来讲挺辛苦的啊 虽然说咱在外头要挣钱养家 这是一种责任 但是可能照顾好她的情绪 是另外一种责任 然后当然这个 我觉得对大姐来讲 我们自己也要迅速地 去调整自己 过日子我们不能够说 把所有的重担 都压到一个男人身上 我们也要学会去调整自己 谢谢李姐 然后让我们自己的心情 尽快地走出这种阴霾 不然老在这阴霾里待着的话 对一家人都不好 大哥今天是来要地位的是吗 对 我丝毫没觉得您没有地位 反而我觉得您现在的家里的地位 比以前要高得多了 以前是您给她倒洗脚水 你觉得心安理得 也就是说原先你们家里 是两个人挣钱对不对 对 但现在这个家靠谁啊 都是我自己 对 你的地位高了还是低了呢 当然是高了 但是明明你地位高了 为什么你觉得我没地位了呢 你是尝不尝从她那边 她的嘴里说出对你的软话 你要的是这个 你别要错了 现在反而应该要地位的是她呀 丢过手机她哭 她都得不到你的理解 她为什么哭 她为什么简单地一句话 一个动作她会难受 因为她觉得没有地位啊 你想想看你对她的话语 态度 做法 是不是有了非常不好的转变 你就是要奔着把这个家呀 往差里头去做呀 所以啊 想想看 你就要她认同 对不对 对 您听清楚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明白了 谢谢李姐 是 但是啊 咱好话啊 也得好好说 有的人都讲硬话 都能软说 你明明很多服软的话 干嘛要硬着说呢 我不 我就不 什么都是这么冲着出来的 对不对 知道你不容易 那她容易吗 对吗 你儿子 也是她儿子 身体上痛苦啊 经济上的状态 她也很担心啊 对不对 你是她老婆 你受伤了 她能不担心吗 一起好好地过 共同面对困难 多好 是不是 我们要并肩战斗 明白吗 就这样 谢谢齐总 在家里面 你说老婆给你倒个洗胶水 你给老婆倒个洗胶水 不说 她是私底下的情趣 真的说出来 我命令你给我倒个洗胶水 我觉得 她是种羞辱 所以我觉得谁给谁倒都不对 我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回到家里 去要这个地位 是因为在外面 从来没有人夸过你吗 遭遇了这么多的 家庭的巨变 你今天说 老丈人家钱我不要 我知道为什么 你肯定听到过 不好听的话 不能感受到 但我觉得你顶天立地 真的 一个男人做到你这样够了 这不需要老婆倒洗胶水 你在家能昧地位吗 在他们心里面能昧地位吗 但凡了解一点 你们家情况的人 能不跟你输这个吗 我觉得是压力 把你有点压垮了 还真不是地位的 所以呢 姐姐我跟你说一句话 如果生活发生了改变 人还是要改变一点 咱不能让人对你摆一摆顺了 为什么已经不到那个环境了 他现在的压力和以前的压力 已经不同了 他又得干活又得赚钱 和爸爸住在一起 你因为他不压抑吗 看着孩子身上的病 他不压抑吗 然后他还要照顾您的情绪 我觉得我挺理解他 他就是感觉不到 他是感觉不到 我也感觉不到 我的意思是 咱还是要有一点改变 这个变化不是让你倒吸浇水 这个我坚决不同意 怎么样来让这个家庭发生一些变化 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一个词 减负 这个减负分两方面 一方面叫精神减负 一方面叫做物质减负 你们的目前的真正的精神的负担 并不是在别的地方 是在孩子身上 孩子承受了过高的压力 必须把孩子身上的这个精神压力给减掉 减掉之后 你们整个家庭的整个精神紧绷会好很多 那这种方式是什么方式的 是您 您要发现一些变化 你要把一部分的精力从孩子身上挪开 去做一点别的事情 这个不是说不让你管孩子 而是你老盯着他 孩子精神不好了 结果他也精神不好 大家都就情绪都出问题 我们帮不上忙 至少也不能添乱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物质减负 我觉得你们家现在 如果能多个千把块钱 我觉得对于整个家庭的减负是好很多 所以我在想 姐姐你闲暇的时候能接点活干吗 就是不一定是上个班很复杂的事 那个打个零工啊 或者家里面接一些来料加工的一些 手工活呀等等等等 把一部分的精力去放在 我每个月挣个500到1000块钱上面 这样的话你看 精神也减负了 物质也减负了 孩子也开心松快 一个人让他稍微开心一点 对于病情的治疗好很多 所以你们就听我的 精神减负 物质减负 你不要从家里面去 要什么认同感之类的 你就是压力压垮了 你这个人没问题 特别好 姐姐稍微做一些改变 好不好 谢谢陆琪老师 第一件事让他回家 一定让他回家 知道你疼他 你怕他在路上有问题 自己能回去吗 能回去 自己回去呗 回去待一待 看一看 跟父母聊一聊 心理压力会舒缓一些 你也在这个时候 稍微给自己解减压 剩下就是孩子的事嘛 别管了 你管不了 他快了 他想学就学得好嘛 我只是希望您 能够再做一些调整 找一些让自己轻松的方式 因为你们家 现在你就是倒不了 可是我觉得 你现在找的 所有的轻松方式 都是错的 再比如说喝酒 你可真不能喝酒 就问一个问题 你要喝酒 喝梗了喝过去了 你们家咋办 男网友也别聊了吧 我就不爱 一起进入真情20秒 我以后改 多多理解你 多多关照你 以后我尽量 给自己变得更 更好一些 我呢 听几位导师说的话呢 我也感觉到 我有啥不足 挺多不足之复 但是呢 回家呢 我也得做梦梦梦 这些事情 所谓的一些 要的一些地位 一些平衡 怎么说呢 其实都是要一句肯定的话 我真是 哎呀 我真是 我跟你说 我白爪挠心的 怎么 你不会说声谢谢呀 你不会说声 你辛苦了 你没有感激吗 人家不就要一句这个吗 你就给不了吗 谢谢两妹请回吧 来吧 我们看看这对夫妻 怎么来选择 请开门 很棒啊 大哥 来来来 真的他挺棒的 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他和他前妻呢 有一个儿子 需要每个月给生活费和日常开销 但我和他也有两个孩子 经济状况并不富裕 最近他和他前妻来往很密切 如今呢 也要让他前妻入股分红 还处处维护他前妻 我想请你要想明白一件事情 他与前妻的密切来往 到底是因为孩子 还是拿孩子当借口 当然了 他对前妻的孩子付出 是因为他带有愧疚和补偿的心理 所以他想用金钱 这样一种形式去弥补 所以在你们两个人的婚姻生活当中 也既要放宽心 也要多用心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